好,小鵬汽車,9868 好,這個應該是Cony 他說187元有貨 中線目標怎麼看 同樣道理,你駕駛了很久 就不會想這些位置,想下車 繼續風風光光地繼續駁下去 你要有這樣的風險承受能力 OK就可以了 大問題就是這些電動車相關股份上 是不是真的可以將股值 標準到之前這麼高的水平 又要面對很多挑戰 解決供應鏈的問題 好處就是近期市場炒 看到一些新模特兒出來 但問題是何時能夠虧轉 真的還未踏到你 所以我覺得 180多元這些位置炒了 其實跟吉利的道理相似 之前100元穿過80元 你都不害怕,是否很害怕 但如果你突然說 想突然貪心 學人短炒 找個好位置下車 再炒的時候 這些股份不容易 所以這一刻你要衡量 就是假設它再跌到100元樓下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 心裏面個個都不舒服 沒有人想輸錢 所有人都想賺得多 大問題 這個投資市場 你做中線部署 一定是要有大心臟 風神效能力 小鵬汽車或者電動車 這些股份 長線 我不敢說不可以的 你去到2030年 2040年 那些時間 當市場只可以賣電動車 而小鵬又一早打入市場上 真是最終受歡迎 那些電動車老志豪那段時間 那些股值就是在標準很高 但問題是長遠 市場來今來的變化會是怎樣 沒有人可以回答 所以我覺得這些 這麼增長類型的股份上 純粹就是真的 炸高風險高回報 但在角度上 如果很高位已經炸著 低位又沒有走過 一律都是建議 那些股份上 至少在這一刻 那些情況下 我相信 那麼多朋友問 還有那麼多朋友 還在虧錢 而問 就是很害怕 最近升得不錯 但是接下來 會不會突然間 有一下急跌 他們的心態是這樣的 我亦想強調 那些心態 不只是我 我相信其實市場上 都是很肯定答你 但是問題 沒有人猜到發生什麼事 現在的市況 市況就是 未去到樂觀度 就很肯定地 這些股份 股值可以重新 但如果你看板塊上面 比亞迪是可以去到之前那些高位 但是原因 就是因為 他有很完善的供應鏈 甚至現在有不同的車廠 甚至都考慮買他的刀片電池 不只是在說車的一件事 但如果你在說車的一件事 你看理想 都去到之前那些高位上面 小鵬主要的問題 就是供應鏈壓力比較大 他和未來都是一樣 面對相關問題 但不代表不可以搜下去 所以我覺得在你的角度上 既然你之前80元都不害怕的時候 這些位置有什麼好害怕的 但問題就是 我自己 譬如說股票的角度上 是不是真的會之前 由180元拿到80元的位置 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 既然你都捱過了很壞的時間 那就捱過去 但過程一定很辛苦 那就是說主要的問題就是 你在市場 不是特別 就是建底那段時間 你駕了一些很高估值的股份 所以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 既然你都駕了這麼久 沒有必要突然間想下車 主要的問題就是 你下完車 你要記住在投資市場 有個煩惱 就是在說 這一刻小鵬你輸少了 你之後轉去 我不知道你買什麼其他的 你可能買完其他的 一樣都是輸的 所以你在說 有沒有一些特別好的股份上面 可以代替小鵬汽車上面 老實說 真的不多 車股我有點喜歡 我覺得穩陣的 好像廣氣那些 但問題是你看這一個月 廣氣升得的%幅度 20%左右 小鵬升了40%多 會差很遠 所以風險回報那件事 你要等報仇 你要想回到180多元 你唯有繼續駕下去 就是等整個供應的問題好轉回 市況是繼續 噴噴聲的升上去 但過程一定是辛苦 所以你問我 180多元拿去 我一定是建議你 大部分 就像吉利那些高位拿去 其實最好就是繼續拿去 但是安全起見 如果你可以變短炒的話 定些下車位給自己 然後到時候再出出入入 是一個好 這些市況是需要的 但是難玩的 我自己都不敢肯定地 一定做到 所以只要你不是很重貨 譬如你整個倉 有五十多萬 那你只拿著十多萬 的小鵬汽車 那就繼續拿著 沒問題了 但如果你很重倉 在一隻股份上 那可能真的會建議 慢慢減輸 在持倉部署上 分散買不同類型的股份 先減低相關的波動性 但是車股一定是 大上大落的股份 好